额外的练习题 如何利用生日去做出年龄 第二道题就是说 这边会有一个什么呢 结束日 这个是有点像一个 比如说进修推广部好了 它这边有个开课日期 开课日期是7月3号 那我怎么知道它结束日期是哪一天 那前面会有个什么 班别代号 这个班别代号 你可以去查到后面有个叫开课班别 这个开课班别 里面就对应到 这一个班 它结束的那个 它不是结束 它是总共是多少个小时 那你要去算出结束日期 这个档 其实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下转下来 这个是一个那个 Easeo档 那里面的话呢 打开之后 那后面我们Viru函数 里面也会用到 年龄现在是空白的 然后 开课 这个是C04 那一般是怎么查 结束日期呢 就是查开课班别里面的C04 C04有没有 有在这里 然后比如说这个班 比如说我们老大开课好了 那它的时数是30个小时 30个小时 一周有三个小时 也就是它进行几周呢 10周嘛 对不对 那所以十周之后的那一天 到底是哪一天 应该知道意思啦 那如果说以前你不知道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拿出你的计算机 对不对 然后在那边算30个小时 除以3 那就是几个小时 就是十次嘛 那就十个礼拜之后 但是 第一天这个不能算 因为第一天就第一周了 所以要扣掉一周 所以是9周之后 也就是这一天的63天 9乘 9乘 7天嘛 9763 对不对 所以63天之后是哪一天呢 答案就出来了 可是你总不能每一个 这个 然后再去查103 30 然后回来 哇 那会做很久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完成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利用 V路卡案数 配合那个日期的加减 就可以完成了 至于答案的话 已经都在我刚刚讲那个地方 或者你在我部落格里面可以看到 这是最新的这个 这边里面都有讲到 怎么做 在这里 OK 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等于是延伸的那个练习题 那再来我们 回到我们刚刚还没讲完的 这个逻辑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 请等一下就是切到end 那end的逻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一般 如果在Excel里面end 这个end里面 比如说像这个范例 讲到业绩 那各位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个说明 就是销售量 这个销售量 大于20 而且销售额 销售额只是销售金额 大于8万 所以呢会有一个条件 两个条件 那前面的话是 成绩是一个条件 现在有两个以上的条件的话 那在Excel里面的函数该怎么做 其实这边的话 那当然有合格不合格 就合格不合格 也是一样 插入函数里面